台北股市 各位觀眾您好 我是李曙芳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台北股市在今天持續的上漲 上漲了91點 收在9736點的一個位置 我們在昨天在這個節目裡面 就談到操作的節奏 它是非常非常的一個重要 所以在今天裡面來講 台北股市 因為五日均線正乖離大 你可以發覺到它的震盪 就滿激烈的 曾經跌79點 收盤上漲了91點 最高漲了94點 震幅高達100多點 那在今天裡面 以我個人的操作上面而言 當然我們說過 五日均線正乖離太大 你要調一些我不反對 我們也調一些 但是我手上還是有一些的個股 可是現在很多的觀眾朋友 你真正的問題 它是來自於哪裡呢 一個你在之前台北股市 我們說10日整個10年限 超長線的價值投資 在當時候台北股市 風聲鶴唳 在最低點的最後這一里路 就是加速趕底的最後這一里路 在上個禮拜四 打到了8523點 很多的投資人 很多的一個觀眾朋友 你殺到了最低點 因為你耳朵聽到的是 台北股市會跌到7000多點 我也跟你講我有聽到台北股市會跌到6000多點 可是誰是股神呢 誰是神呢 在股市之中沒有這回事 所以你應該要自己要去做一些的判斷 那如果你在那加速趕底的最後那一里路 你賣掉了 那你現在如何的面對台北股市 這是我今天的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 很多的投資朋友沒有賣掉 但手上的個股呢 它是套牢的 你要如何在這個時間點 很多觀眾朋友看到了台北股市漲了1000多點 又開始急了 如何去做攤平 那第三個 那這個就比較麻煩了 第三個是很多的投資朋友 在最後那一里路 譬如說9000點以下到8523點 它是有一天之中造就出來的 在那最後那一里路 把手上的持股通通砍掉 不但砍掉 還反手放空 這就比較麻煩 要如何來去做一些的應對 這三種是我在今天裡面 我要談節奏策略上面 來告訴大家的 我在今日裡面來講 我謹守我的節奏 我說什麼 我就是告訴大家什麼 在昨天我已經提醒大家 台北股市 在之前我跟大家講 你要忍住 賣 不是你有賺就要賣 每一個人賣 你都要尋求比較好的賣價 所以我說台北股市 其實在整個8523點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尋求的 是來自於當日沖或是隔日沖 你要尋求的是 在整個打底建設階段裡面 它開始進行跌深的反彈第一支角 所以在8523之前 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 告訴大家說 多空都可以做 但是因為三月跟四月 它是龍圈搶補潮的時候 如果我在這個時間點 我就跟大家講 我認為三月四月 是有賺錢的機會 我從來沒有視之而非的答案 當時候你在整個下跌裡面 空投市正在加速趕底的時候 你要做多 你只能做什麼 當日沖 搶五日均線的復乖禮 你就當日沖拿隔日沖 然後一路以來到了十年限之下 到8523你就要提醒自己 你不能夠操作一層不變 你還要當日沖 你還要隔日沖 那就不對了 你就放棄在這一次 我在昨天就已經預告 我說最好賺的那一段已經過去了 過去 它就是過去 我說最好賺的那一段 就從8523點反彈以來 你隨便買什麼個股 你只要用在一個業績型的個股 你用在投資的角度 你只是賺多賺少而已 很多的個股是不是一彈 兩層 三層以上的比比皆是 比比皆是 那到了這裡來 我在昨天也講得很清楚 我們在操作的節奏上面 一定要謹守一些的紀律 五日均線負乖離太大 你不可以殺 你在最後那一里路裡面 負乖離很大的時候你去殺 你就會殺到8523點 那一樣的 我們拉回到台北股市 你的五日均線正乖離會很大 你怎麼能夠去追買股票 你可以調一些 或是你說你捨不得賣 你可以保留你的持股 但是今天不適合去做加碼 你要在這個過程 你要嗎 就是觀察 我說五日均線正乖離很大 它只有兩種方式要解決這個正乖離 一個向下修正 一個我橫著走 正來正去橫著走 讓你的五日均線上來 這都是一個修正五日均線正乖離的一種方式 那如果你在之前的加速趕底的最後這一里路 最後這一里路 你殺到了最低點 那你現在要如何面對到台北股市 已經漲了1200點以上 我沒有怪觀眾朋友的意思 完全沒有 我現在是告訴你說 你要如何來看待整個台北股市 那我現在就來去做解讀幫你做個規劃 一個 我說那就如同你現在要去做加碼動作一樣 你是空手的 你殺到最低點 可是你還有現金的 你想要再進來台北股市做多 你有兩個觀察方式 一個在台北股市在這一波的下跌 反彈 我說要嘛你就要去觀察的量說 第一個你的五日均線能不能夠守得住 因為今天已經是五日均線站上123 三個營業日 你短空市 那短線上面的空方式 它是下降的 你看在今天我保證很多人在放空 不然的話今天最後 那為什麼會尿起來很多個股 就是你當衝 然後你開始去做強補 所以不是不能當衝 不是不能做空 你要在一個對的時機 對的時機 那你現在一個你就是等它 要嘛就橫著橫著橫著走 走在這裡對不對 它一直都守在五日均線 那因為目標上面 如果距離月線的空間還有距離 你當然可以買 那如果它橫盤橫盤很久 那月線會下來 月線會下 那空間比較小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樣才能夠做進場 那我就幫大家規劃 台北股市今天是星期四 月線扣底的位置是在這裡 我說你要嘛就五日均線量縮有手 不然的話就是五日均線跟月均線 黃金交叉 那你要黃金交叉 這個月線一定要走平向上 也就是說你的扣底的位置 就它扣底的這一個位置 就已站在今天往前回推20個營業日 它必須要扣在相對的低檔 那你這樣算一算 這個是禮拜四 明天是禮拜五 下個禮拜只有三個營業日在這裡 那也就是下下禮拜過了以後 1 2 3 4 5 過了以後也就來到了 4月的中旬之後 那個時間點 台北股市的月線不再扣高 而它守在一定的位階之上 它就會形成黃金交叉 那那個時間 我要加碼 我現在賣了 有調節一些資金 假設 你有調節一些資金 手上有資金 你要再度的進場 這個就是兩個很重要的看盤 五日均線三個營業日站上 亮縮首五輪均線 距離五日月均線 它還有空間 你可以買 那如果站站站月均線下來 距離現在的指數非常的接近 那你就是等什麼 等月線不再扣高 那個時間點是在4月了 那個時間你也可以去做加碼 也就是月均線跟五日線 它都同步的形成黃金交叉 這樣它是一個買點 這是我的規劃 它就是一個買點 也是你可以去做進場的 不然的話你就是 等到它要守住 至少你要讓它守住五日均線 你至少要讓它守住五日均線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比較麻煩 另外一個是在最後這一里路 我們在之前就直接告訴大家 我說台北股市 它在這個時間點它有三個階段 我說第一個它進入超長線的投資價值 我說講很簡單 但是這個是我在股市之中 30年以上的經驗它最難做到的 你自己想想看 這一次也給你機會 你隨便買都隨便賺 只要你是在長期的投資 但是一個 你在當時候你會怕 我說會跌到10年線以下 一定是市場上面極度恐慌 這是人性 你就沒有辦法抓住那個紀律跟節奏 你就不會進去買 那偏偏在當天裡面 來到8523點的這一天 我沒有似是而非的答案 我就說你進去買對不對 可是有人融資就是殺出來了 殺到最後這一里路 100多億 殺這100多億 還不要緊 你頂多就是認賠了 認輸 可是他又去反手放空 那你這個反手放空的過程之中 我們就要從幾件事情來看待 你這樣的一個操作 第一個你可以發覺到 這個融券真的是在最低點 看到沒有 我們看電腦 這個融券是在這個最低點 開始往上去做攀升 融資再去做下降 也就是說 至少我們從資跟券來去做判斷 你的融資殺到低點 目前的籌碼還算乾淨 連續性的反彈沒有人敢賣 第二件事情 你去做放空 請問如果以大盤來看 當然個股不一定 你這放空增加的部分 你是贏還是輸 你是輸的 所以我們說 在股市之中裡面的操作上面而言 不是怕你犯錯了 而是你犯錯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尋求一個策略 讓你凹回來 就是做反敗為勝 這在我們的術語就叫反敗為勝 我在昨天也跟大家講說 你在之前裡面套了很多個股 你現在下來 你本來買一張可以買兩張 你反彈個兩三成其實就好了 那也一樣 你現在在做融券放空的一個過程中 你被軋空了 你被軋空 一個 你就要找這個時間點 先去看你手上的個股 它的龍券強補是什麼時候 是什麼時候 那第二件事情 你來看它的本身裡面 反彈的幅部 到底到了哪裡 譬如說它已經談到了月線 季線 那就是很強勢的個股 我說談到月季線之上 如果它的一個拉回第二隻腳 隨著時間的過去 它反而形成了整個五日線 跟月均線黃金交叉 或是月線跟季線黃金交叉 你可以什麼 你可以反手做多 你可以反手做多 股市之中在這個時間點 殺多或是軋空 它最怕的就是一種什麼 不認輸 什麼叫不認輸 就是你放空你錯了 你一路空 你就是要去空強勢個股 我跟大家講說 我從來不反對觀眾朋友 你要去做空 但是你空就是空弱勢個股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那你要知道說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這個台北股市 是進入個股跌升反彈的 第一隻腳 我一直強調是第一隻腳 那在這第一隻腳的過程之中 你為什麼 它一定強彈的 就是跌最深的 強勢個股的強很強 對不對 你如果去空那些 已經有一段漲幅的 它可能最近這幾天 還沒這麼強 你空到跌很深 那一下子就兩成三成 你會很辛苦 那我現在再把極短線來告訴大家 台北股市呢 五日經驗正觀力擴大 它會震 那如果不管你的多 不管你的空 你可以上下做 你空也是一樣上下 儘量不管你被軋空了 你就儘量把你的一個 放空的成本上面來講 價格拉高一點 那如果你是做多 你要利用這個震呢 盡量把你的持股的一個成本上面下降 在現在裡面來講 多空是勢均力敵 多空到了 五日經驗觀力很大 它會勢均力敵 那就來自於你的操作跟節奏 你不要以為你這邊放空 都一定會贏錢 因為你有時間壓力 了解嗎 時間壓力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一部分 為什麼會給你這個建議呢 我是從美國股市來看 其實美國股市它開始 它去做反彈 它的也是日KD指標交叉項的反彈 可是你有沒有發覺 它昨天開始震 它昨天開始震 就是來自於它短線上面 從我跟大家講的 川普防線是一萬九千點 我不管你看到整個新冠狀病毒 你的看法是什麼 可是你要知道川普的個性 就像我不喜歡川普 我也去研究他 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我說我之前就預告說 一萬九千點川普的防線 就是他上任 當時候美股的道琼那個點位 他到那個下面 你就可以發覺到 他無所不用其極 是不是就是這樣子 你在這個過程 你只能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一個道琼 他這條月均線 也是他的反壓 還沒有到那個時間點之前 也就當你的月線 還沒有翻揚向上 我就說在四月中以前 在這個時間點 你的多空都可以做 不管你是被軋空的 不管你是做多支點套來的 都利用這個震盪 把你的持股成本 把你的放空的成本 都稍微可以去做一些的放大 這樣是會比較好 就是你的持股成本 做多的人是降低 你放空的成本 等於你放空的價格去拉高 這樣會比較安全 可是你做空一定要去注意 你個股上面 融券強補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我們在今天裡面講 這麼的多 就是告訴投資朋友說 每一個人都會面臨到難題 因為股市之中沒有神 巴菲特他也面對難題 巴菲特是我們俗稱的股神 他買破因他虧死了 對不對 可是一樣的 在面對這個難題的過程之中 你要去如何去做規劃 就像整個一個在去年之前 巴菲特他的一個 普克夏的基金 他曾經創造出來 整個幾十年以來 最差的一個操作績效 我跟你講真的 你自己看兩年前 他的操作績效很差 不論在整個惠普 或是IBM的身上 都沒有賺錢 那他在兩年之後 他開始什麼 就是在去年 他開始在蘋果崩的時候 他去買了蘋果 結果去年一年 他就反敗為勝 我用這個故事 只是告訴大家 你再厲害 你一定會碰到一些的瓶頸 跟一些的難關的時候 但是你要如何利用 這個時間點冷靜下來 去思考 你要如何不管你的多 不管你的空 去面對目前的台北股市 你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做 那就像在今天裡面 很多投資朋友今天放空 尾盤尿起來 就是賺不到錢 只好強補 他跟我講的一個理由 只是說他聽 他聽 這個台北股市 是叫ABC ABC的下跌 那什麼叫ABC的下跌 真的會ABC的下跌 等一下我們進一段廣告 再告訴大家 可是觀眾朋友 你自己去回想一下 鼠方在這個節目裡面跟大家講的 我說3月4月 我也跟大家講 是新冠狀病毒最恐慌 而且快速爆發 尤其在歐美的時候 可是危機跟轉機 其實就是你的策略 你如何去面對 當整個台幣股市 殺到整個多加速趕底的 最後這一里路的時候 請問有沒有一個新的機會的開始 利用跌升反彈的第一隻腳 是不是就使得你的財富上面 有所轉機 所以股市就是如此 在這個過程之中 你都要去想盡辦法 我說一年365天 不可能每一天都在漲 一年365天 也不可能每一天都在跌 人也不可能一年365天都是順遂的 但是在面對困境的時候 你一定要想出方法 來拖你本身的一些的困境 所以在這時間點我的看法不變 因為我已經把我的規劃告訴大家 我從來也沒有隱瞞 我也不認為我是古神 我也不是神 我也會犯錯 但是我把我的想法 我的規劃來告訴大家 就是告訴大家 我做好了準備了 我做好了準備了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投資朋友 願意在這個時間點加入我們 跟著我們在未來 共同性的一個操作 那不妨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 打電話進來 我們進段廣告之後 再針對大家最擔心的 會不會ABC的下跌 來告訴大家 10年內我征服過200多座站 這是俄羅斯 13年內我去過10幾個國家 16年了 我工作10小時沒問題 糖尿病照顧好 人生一樣很美好 200位醫生與糖友推薦 喝完膳 規格完膳 符合五大國際機構營養建議 30多種均衡營養 六大管理因子 啟動身體穩定極致 而且不甜 規格完膳 糖尿病無糖配方 泳城國際投顧 筆直誠信 專業 客戶至上 領先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紮實的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一流的績效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泳城國際投顧 擁有完善制度 抵制應軟體設備 不足投資準確性及時尚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用精益獨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你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你用投資的不二選擇 泳城國際投顧 用誠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財富翻倍 一通電話希望無限 泳城國際投顧 入位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這棵樹發出來的聲音 告訴我們 這棵樹生病了 樹健康才能夠保護我們 這個也可以保護我們 大自然需要保護 我們也被大自然保護 進度念子安 琵琶潤喉湖糖 甜的那種厚 滿意寶寶 溫柔和虎佳嫩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議題指揮中心 副指揮官陳宗彥 目前所有入境人士 一律需居家檢疫14天 提醒您居家隔離或檢疫期間 絕不可外出 如果有日常生活需求 無家人可協助 包括就醫安排 慢性病領藥 送餐 垃圾清運 心理諮商等 都可聯絡各縣市關懷中心 另外 如急需探視其他家人 建議可用視訊方式進行關懷 再次提醒 如您正接受居家隔離或檢疫 一律不可外出 違反規定最高可處100萬 並不得領取防疫補償金 防疫期間 需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最後請大家 給正在居家隔離或檢疫的 親友支持與鼓勵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在這個節目裡面我曾經說過 股票套牢不賣很正常 撒到了最低點很可惜 但是真正最難的我就說一個 就是超長線的十年線的投資 另外一個就是你買的股票你賺錢 你沒有一轉一點點就跑 你整整這第一隻腳 你轉在手上裡面 這才是厲害的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從一個搶五六七七的 覆乖裡的反彈 到第一隻腳 你知道這第一隻腳 我說最甜美那一段 已經過去了 過去就是過去了 那沒有辦法 不管是3037的星星 一漲三層 我說你這邊買一張 你這邊可以買兩張 彈個三層 這就差別很大 那3661的世新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彈得很快 彈得很快 今天已經到了月均線 我們沒有叫你去做追高 那8299的群聯 你看他彈很快 2327的國巨 你看他也彈很快 那2383的台光電 價值投資也是可以賺錢 那我也說過 我在整個這個時間 五六均線關係很大 我有些個股保留 我一些個股裡面 有去做調節 那就應應未來的盤面上面 去做調整 那一樣的 你在面對這個盤面的時候 你不能夠說 我聽我樓上的杯杯 我樓下的媽媽說什麼 沒有用的 因為市場的人性都是這樣子 好的時候看很好 不然你怎麼會去買 一萬兩千多點 對不對 壞的時候看很壞 不然你怎麼會去殺 8523點 這就是市場 那市場上面有說 在這個時間點 台北股市 還會再破8523 以我來看 其實ABC的意思就是 A波上漲 A波下跌 B波反彈 C波會破 B波的低點 這叫ABC 我再講一次 A波下跌 B波上漲 C波破了B波的低點 第一個 量不像 量不像 第二個 台北股市在這邊 其實已經是ABC 它已經做過完成了ABC 它已經完成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上面 我們再配合到 我剛才說的川普 它個1萬9的防線 第二件事情 基本面 其實3月的基本面上沒有差 它真正大家看的ABC的部分 它的決戰點 它會是在什麼 它會是在第二季 第二季的 甚至5月6月 那就是看歐美 它如果能夠為成成功 斷了整個這一次 新冠狀病毒的一個 所謂的傳播鏈 其實需求 大家的決戰點 是在下半年 也就是3月4月 其實基本面沒有像大家 想像中的這麼的差 而是3月之後 歐美才開始封城 所以它影響的是5月 5月6月那些的訂單 那個時間點 你才是注意做決戰 我說過第一個 它已經有完成過ABC ABC 而且它是有帶量的跌破 那在這一次裡面反彈 基本上 第一個買的人不多 放空的人還比較多 那所以它的一個 下跌的壓力上面 它會不會像之前這個C 這麼的可怕 跌破B波的低點 我覺得這邊還不一定 我覺得倒還不一定 因為量不像 如果你看到量越來越縮 配合到融資大減了300億以上 那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 你只能夠先看 它會不會有第二隻腳 它會不會有第二隻腳 但是你不能夠在這邊裡面 就決定台北股市 一定會破8523 空死它 這樣的話不是一件很好的 操作的策略 也代表你的節奏上面 它是不對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不要怕拉回 不要怕正乖離之中的震盪 有時候你做好的準備 拉回震盪 反而是你賺錢的開始 在這一次3月 大家最悲觀的時候 不就驗證出來嗎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 鼠方也告訴你 在今天我並沒有去做加碼 也就代表未來裡面來講的話 我們是有機會可以去做進場的 所以在這個時間 如果認同鼠方這樣的規劃 以及說法的觀眾朋友 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 打電話進來 跟上我們在未來 全新的投資組合 集團